今天的2024谈正式时间 我们来看到第一场电视政政会之后 民众对于三组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度消长是如何呢 今天出入了一份最新民调 民进党的赖销配获得36.2%的支持度 国民党的侯康配以34.8%紧追在后 民众党的客营配获得20.7% 占据第三 我们先来了解到这份民调的背景 这份民调是由ET Today民调云所做的 调查时间是12月20号到21号 这个时间点刚好是电视政政会所登场的时间 所以这份民调可以很忠实地呈现出 民众看完电视政政会之后 对于支持度的变化是如何呢 他们调查方式是以手机简讯方式通知会员 进行封闭性的网路问卷调查 有项样本数1217份 在95%的信息水准下 抽养误差正负2.8% 经费来源是ET Today新闻云 了解完背景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民调数字 民进党赖萧配 以36.2% 稳定领先还是第一名 但是来看到国民党后康配 34.8% 仅咬在后 而且两人差距只剩下 1.4% 可以说咬得很紧 两人的民调差距 几乎已经成为两条快要碰在一起的平行线了 至于民众党的柯营配 20.7%的支持度 距离其他两组候选人 大约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 虽然说赖萧配跟侯康配的差距 越咬越近 越作越小 但其实相较于上一份调查 三组候选人的支持度都是往上升的 民进党赖萧配上涨0.3% 侯康配上涨0.1% 柯营配上涨了1.1个百分点 而这份民调除了调查说民众对于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度之外 他也针对议题来进行调查 我们知道其实2024总统大选的结果也跟两岸之间也有非常大的相关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 同一样一份民调他们问的是 民众认为谁当选总统的话 可能会让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 还有人民交流走向恶化呢 这份民调的结果数字出来相当的悬殊 有50.6%的民众认为 如果是用民进党的赖兴德当选总统的话 两岸之间的关系会走向恶化 其次是国民党的侯康配有16.2% 最低的是民众党的克兴配只有14.1% 另外有19.1%的民众表态不知道或是没有意见 怎么会呈现这样的结果呢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赖兴德先前的台独主张 他说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理所当然的会被中国来视为眼中钉 因此有超过半数民众认为 如果是由赖兴德当选2024之后的总统的话 两岸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会越走越差 不过民调数字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仅做参考 剩下22天就要大选了 重要的是三位候选人要把握时间 尽量的争取支持 以上是今天的谈政治时间